至于今天时点不一样国际焦点 我们先来关注的是伊朗首度直接攻击以色列的本土 包括无人机跟飞弹总共多达300次的攻击 而且时间长达5个小时 不过伊朗这次的攻击有事先通知美国 让以色列有时间应对 99%的飞弹都遭到拦截 看来伊朗显然也不想让中东的情势扩大 火速宣布行动结束 而在国际压力之下 以色列也暂时没有采取报复行动 历史上头一遭伊朗攻击以色列本土 伊朗当局还公开飞弹发射的画面大肆宣扬 这一是新的国际选择 这一是历史 伊朗跟以色列恐怕要跨过代理人战争 直接要开战吗 只见伊朗火速宣布结束这回合 伊朗强调攻击 暴富日前以色列袭击伊朗住大马士格大使馆 杀害七名伊朗的海外官员 这些攻击比较更成功 比较以色列宣布 伊朗强调攻击伊朗强调攻击伊朗强 而动手之前伊朗还提前预告周边的国家跟美国 攻击过后 伊朗外交部长参调总长接连喊话 只要以色列或是美国不报复 就不会继续攻击 清楚划出到此为止的底线 回头看看伊朗口中的攻击大成功 被以色列拦截了百分之九十九 大多都是慢速的无人机 给足了反应时间 光论战果真的算是成功吗 西方专家的眼里伊朗 这是罪翁之意不再久 演艺场伤害轻微的大戏 既能够避免西方国家攻击而热祸上升 又能够达成报复的目的 保住颜面 缓解伊朗国内主战派的压力 看看攻击过后 伊朗国内民众上街狂欢庆祝 民族主义的情绪有地方能够宣泄 大内宣的目标就达成了 摆明就是不愿意跟美国直接开战 以色列批伊朗说一套做一套 又指使代理人黎巴嫩真主党 发射数十枚火箭 以色列当然也不客气空袭珍珠党的武器制造基地 打打伊朗的小弟出气 但是以色列跟伊朗的恩怨纠葛 可没有一笔勾销 很难想象这对仇敌过去曾是换铁兄弟 1948年以色列刚建国 伊朗是第二个承认的伊斯兰国家 以色列拿技术跟武器来交换伊朗的石油 往来非常密切 然而好景不长 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 推翻王权转为独裁国家 以色列不承认革命政权 友谊小船说翻就翻 从此伊朗扶植的伊斯兰圣战组织 就开始对付以色列 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之后 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就不断发动恐攻 让以色列盲刺在背 2000年之后双方的关系又更加恶化 伊朗多次扬言要消灭以色列 以色列联手海湾国家要围堵伊朗 打击伊朗的海外活动 双方已是水火不容 纽约时报分析者认为 伊朗这次直接动手 等于是宣告从战略耐心转为建立威慈 让以色列或是西方国家 不敢直接动手 未来恐怕更愿意公开对抗 以色列或是其他西方国家 提不全中不到 伊朗这次的大规模攻击 以色列的防空系统 拦截率高达99% 这次动用了短中长程各种的防空系统 其中箭式三型发射的射程最长 发射一枚就要烧掉一亿台币 所以整个晚上的拦截行动 估算以色列耗费了超过400亿台币的军费 所以以色列内部鹰派压力很大 他们已经预告不排除会还手报复 流星一样的火球集体从天而降 这场深夜大空袭唤起以色列人的恐惧 抬头看到爆炸闪光 民众忍不住惊呼 来自伊朗的飞弹火箭无人机 一个个被半空拦截 壮观场面 在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 也看得一清二楚 这一晚伊朗发射 一百七十架无人机 一百二十枚弹道飞弹 和三十枚巡异飞弹 以色列说拦截率百分之九十九 其实接近完美的拦截战机有帮手 还没飞到以色列前就先帮忙来 美国总统拜登致点感谢美军部队 不知美国 英国甚至约旦都有出手 但主要功劳还是以军防空系统 这次有个大工程 就是以色列国防部长背后这套 当初特别针对伊朗威胁打造 剑视三型能拦截大气层外 飞行的弹道飞弹 好用到连德国都买进 弹防空弹要价不菲 电视系统能拦截2000公里外发射飞弹 射一枚就要350万美元 超过一亿台币 忠诚的大卫弹工飞弹 一枚则要价100万美元 至于最短程的铁穹 专打火箭无人机 一枚大概4到5万美元 13号光应付伊朗大空袭 估计烧13.5亿美元 超过台币400亿 但拦截率不是百分百 以色列中南部阿拉德 一名十岁女童被飞战碎片砸死 看着碎片又大又重 六个人才抬得起来 利亚阿拉德不远的 以色列内瓦廷空军基地 也被弹道飞弹炸出大坑洞 虽然伊朗空袭是报复 4月1号使馆被炸 但以色列已经预告会还手 西方国家虽然一致 但未来以色列要怎么报仇 大家都在猜 也有专家猜测 以色列可能选择 刺杀伊朗军官 或是攻击伊朗石油建设 甚至核武研究设施 TVBS新闻最后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